感谢HDR带来的他们在苹果社对HBase的一个应用 然后他们主要是利用了一些缓存 以及怎么样对这个原始的数据进行分片 实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效的一个查询 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先不能休息了 然后就只能进行下一下 那我先取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稿子 那么我们的下一个项目的话 是刘成泽来自于中国电信 他带来的演讲题目是HBase HBase 他们在中国电信当中实践的一些应用 那这个也和我们每个人的上网集团息息相关 那我们欢迎成泽给我们带来他的演讲题目的 欢迎 欢迎订阅 大家上網好,我是來自中國電信的陳澤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國電信在過去的兩年裡 構建大數據集群的一些使用經驗 我會盡量幫大家節省一點時間 首先介紹一下我們中國電信的整個大數據集群的平台價格 我們中國電信是在過去的兩年裡 逐步構建起了一個我們的大數據開放平台 整個平台主要是由兩個部分組成 一塊是離線計算的平台,另一塊是實時計算平台 離線計算平台主要就是HDFS和Hire 還有Limpala相關的一些計算 這個平台大概規模在1700台左右 HBase集群是屬於實時計算平台的一個部分 現在有322台機器 然後我們在整個兩個平台的基礎之上 我們構建了我們中國電信大數據開放平台的一系列應用 包括我們的機器查詢 我們ETL開發 還有我們的任務調度 還有集訊管理 還有一些監控告警相關的內容 然後我們現在HBase的機器呢 是配置算是內存這塊比較高 是32核256隻的內存 然後我們現在線上一共跑著是六個不同類型的HBase集群 然後任務類型大概有一個是跑那個Spark Streaming Job 然後把數據從各個原端產集過來然後進行持久化 然後另一方面就是我們做那個在線的那個集氣查詢的一塊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對麒麟提供一些支持 後面要引入麒麟 然後我們現在HBase這塊總的數據量差不多是520G 然後每天新增的數據量在1T左右 然後我們分值的QPS在單台差不多20萬左右 是我們的核心系統 然後HBase的版本是前階段剛剛進行過一次升級 然後從1.0升到了1.2 然後我們使用這個Streaming 就是Streaming寫入HBase主要的就是有兩個系統 一個是我們的數據採集系統 一個是我們的核心系統 然後數據採集這一塊 大家知道就是電信它其實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這種運營類的數據 然後其實我們每天在使用電話的時候 我們的數據其實運營商這邊都是有在採集的 比較典型的像實日數據這一塊就是包括CRM和VSOP CRM是我們的那個客戶 客戶關係數據 VSOP是客戶訂閱增值服務的一個數據 然後DPI是位置 就是我們的那個位置數據 就是你手機連接基站 然後它可以定位出你人在哪一個區域 然後我們的信令數據 還有CDR數據 OSS和MSS是我們電信內部的一個運營平台 還有電信的一個管理平台 就運營管控兩大平台 還有一些帳戶數據 包括其他的一些橫向平台接進來的數據 那麼這裡面數據就分為三部分 一部分是實時數據 實時數據 顧名思義就是我數據一產生 我就有馬上需要寫到這個庫裡面的請求 那這種我們一般是通過 直接通過那個流式計算 直接寫到我們的HDFS裡面 寫到我們核心系統 然後像這種準時時的數據呢 又分成幾種不同的類型 那有一些準時時的 它是對於那個實時性要求沒那麼高 那可能是通過批量化處理的這種方式進行 然後有一些對實時性要求高的 那它可能會在幾分鐘之內記載EP數據 然後通過Spark Streaming這樣往HBase裡面寫 然後還有一種比較特別的收集方式 就是說我們現在電信 其實我們是分成總公司 還有我們的那個省公司 然後我們每一個省公司呢 它是在他們省公司那邊 會有也是會有一套HBase HDFS相關的這樣一個系統 然後我們要把它們的數據收集上來 然後部分像OSS data這種 我們是直接通過HBase的replication的機制 就直接從省公司的HBase 同步到我們的上海數據中心 然後最後再寫到那個HDFS 然後採集這塊 使用HBase主要就是通過一個replication的機器 那麼核心系統這一塊 核心系統呢主要就是 剛才說了我們所有的數據匯聚進來以後 最後要用那個數據挖掘 然後或者提供對外服務 提供一個開放平台的服務 那麼就需要用到核心系統 那核心系統它分成三層 一層是數據整合層 還有數據中間層 還有數據採集層 那麼數據採集進來以後 通過我們的卡夫卡 然後調用那個start streaming的程序 那麼其中一部分呢 就落盤到了HBase 這是整合層的數據 整合層會把所有的數據先落盤 然後這部分數據是用來做那個數據集合的 就是跟那個hive裡面的數據做比對 所以這裡面會有一個需求 就是說我們每天落盤的數據 可能當天晚上就會把它全部scan出來 然後做一個數據集合 所以這一塊它在我們HBase裡面 就是對讀寫的性能是要求比較嚴苛 然後另一塊是做中間層 中間層的話就是相當於一部分 是起到數據清洗的作用 就是說我們數據進來以後 在HBase這邊 它可能利用HBase的這個多版本 數據多版本的特性 然後比如說我一些數據 我並不需要每一個細節都保存下來 那我可能就根據HBase的那個vision 我設三個版本 那麼我每天只要保存它當天產生的最新的三個版本就可以 然後最後就是HBase我們在核心系統裡面 因為讀和寫它的負載都比較重 所以我們做了一層負載分離 就是讀寫分離 讀寫分離就是讀集群和寫集群是分開 然後他們也是通過replication的機制進行一個同步的 然後我們除了核心系統以外 然後我們除了核心系統以外 然後即時查詢這塊就是用到HBase比較多的一個就是我們的位置服務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流量軌跡 那麼我們的流量軌跡 對 那什麼是流量軌跡呢 流量軌跡這塊就是 等一下 等一下 圖點定時 OK 流量軌跡這塊主要是包括幾方面的數據 一方面就是 我用戶 每天我在使用手機使用我們運營商的服務的時候 每個APP打開的時候它用了多少流量 那這塊數據我們是把它採集上來 然後這樣的話就可以對用戶的一些行為 對用戶進行一個畫像 那最簡單的應用 比如說你經常在快媒流量的時候 會收到這種流量加油包的這種推薦 那這塊其實就是我們流量軌跡平台在做的一個事情 那更多的方面就比如說 我收集了一些用戶的信息 那麼用戶的這個流量使用情況 那麼我就可以對一些 比如說一些非法路由 就是在中國存在一個非法路由的概念 就是說有一些路由器它自帶板牆公路 那麼這個其實政府是不允許的 那不允許 那我們運營商就需要做一個事情 就是把這部分路由器給識別出來 那根據你流量的一些使用情況 包括你訪問的一些站點之類相關的信息 那麼就可以識別出這樣的非法路由器 還有一些 就路由器依托恩的情況 就是你申請一條網線 可能有很多台電腦同時在使用 那這種行為其實也是違反國家法律的 所以對於這種情況也是要識別出來 所以這部分就是我們DPI數據的一個作用 那像每一位用戶呢 其實根據他DPI數據 我們可以對他進行一個畫像 包括他給他推薦最適合他的一個套餐 包括用戶的一些活躍度 包括他消費的一個使用情況 然後可以對用戶進行畫像 然後在未來給他做一些更精準的一些廣告推薦的影像 這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一個事情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位置服務的一個架構 那位置服務呢 一開始提出來是因為我們的易支付在操作的過程中 我們就會發現有這種存在可能被倒刷的風險 那麼為了應對這種風險 所以我們在每一次支付的時候 我們要獲取用戶的一些位置信息 比如說你上一筆支付在福建 那下一筆支付你突然跳到北京 那中間間隔可能只有幾十分鐘 那麼我們判斷這個可能就是一個有風險的支付行為 那麼可能就要重點監控起來 所以這是一開始位置服務剛剛上線的時候的一個需求 那後面我們跟景點營銷跟ODS那塊的數據打通以後 我們利用位置服務可以進行一些更多更有趣的應用 那麼HBase在這裡面就是起到一個數據存儲和時查詢的作用 這是我們位置服務相關的API 然後下面講一下我們HBase日常使用的時候的一些運維的一些相關的東西 然後我們HBase運維大家都有經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監控 如何來監控 那我們現在監控分成兩大塊 一塊是Gongrel 一塊是Zabbix 那為什麼分兩大塊呢 其實主要是因為首先 HBase它跟Gongrel是天然集成是比較好 只要在配置上做一下修改它的數據 就可以全量的塗到這個Gongrel上 然後Zabbix是因為它有強大的報警 就是它報警可以做很多trigger相關的一些擴展 然後用起來很爽 但是Zabbix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水平擴展性差 那我們集群越來越大的話 Zabbix如果所有的item的信息全部打上去的話 可能會扛不住 所以當時就使用了這樣一個所有的監控項 然後部分重點的監控項 需要報警的監控項 通過GMX的方式打一分到Zabbix 然後提供報警 然後要配置這個Gongrel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HBase的一個conf上面 改幾行配置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我們的Gongrel 上看到很多HBase相關的 那我們做了一下篩選 因為上面metrics出來的數據非常非常多 那麼重點關注 就是說一旦出問題 重點關注幾個 一個是系統的狀態 系統的狀態包括這台機器能不能聘通 然後它現在可用內存可用磁盤的使用率 然後HDFS是不是狀態正常 然後剩餘的容量空間怎麼樣 然後HBase目前的狀態怎麼樣 包括它的Master、Region、Server 是不是都成活 然後ZooKeeper ZooKeeper也是很重要的一塊 因為HBase的一些元素就是寫在ZooKeeper上面 那麼ZooKeeper出問題 HBase也會出問題 然後HBase本身這一塊呢 其實比較重要的就是一個RTC RTC這塊出問題的情況也是蠻常見的 所以我們需要重點監控的幾個 一個是它的那個調用時間 包括它的對列調用時間 還有它整個Handler 就是當前可用的Handler 就是你Handler打滿的話 你的讀寫可能在這台Rigion Server上就幾頓 後面新的請求進來就得不到幾十的處理 所以這塊出了問題也是需要第一時間去看一下 還有包括就是它的IO情況 就是下面第一個是它的那個put 99%的請求它put的那個延遲 然後還有它的那個think時間 然後get還有它的scan 這些都是HBase最基本的操作 所以我們能夠監控到它的話 我們對整個系統大致的情況就會有一個了解 然後後面Rigid這塊呢 我們主要關注它現在Rigion的Number 還有每一個Number 每一個Rigion的大小 還有就緩存命中率 緩存命中率這塊主要是對它的那個讀請求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你緩存命中率低的話 它相當每一次都要從HGFS裡面去取 那麼這樣它的讀的延遲就會很大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來提高這個緩存命中率 那緩存命中率如果下降的話 那比如說像我們的核心系統 每天都會有一次全量scan 那這種全量scan 我們就建議它把那個緩存關掉 因為基本上緩存是不可能命中的 那不可能命中你每一次都去掉路 掉出緩存的話 那麼其實反而性能是下降的 而且影響到別的Rigion的使用 那麼這塊就是讓它們在全量scan的時候 把它的緩存給關掉 然後還有就是JBMGC JBMGC 大家在HBase的使用當中肯定也是很頭疼的一個東西 我們也踩過坑這一塊 那麼遇到問題 GC肯定是需要看一下 比如說有一個平時讀都很正常 但是每個差不多1萬條數據 會有一條延遲特別大 延遲達到1000毫無一條隨機讀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去看一下GCLog 有很大的概率發現 就是這條讀的延遲的時間 剛好和發生GC的時間是有吻合的 那麼這種可能就是GC導致的 偶發性的他們那個讀的性能會下降 那麼下面說一個就是 debug的case 就是很常見的一個場景 就是某天正在睡覺 突然一陣電話零聲幫我們吵醒 那麼我們的PD告訴我們 它的入庫程序攤住了 跑不了 那全掛掉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很緊張 然後趕緊起床看一下 這個系統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這個時候 我們要從哪幾個方面看 當然首先要把HPS 看一下它的Master和它的Region 是不是都活著 OK 都活著 那麼接下來我們需要看 它的日誌 日誌上面有沒有什麼報錯 有沒有那種Warning 很多的Warning 或者很多的那個Error 那麼發卡等於是不用說 一個發卡的報錯 那Region Server的掛掉 肯定是看得出來 那GC的日誌和 HPS Region Log的日誌 兩個都要看一下 然後會發現 我們可能有很多 Too Slow Response 就是請求響應的速度非常慢 然後我們再去看我們的監控器 就會發現請求響應時間 擋抱 然後CPU使用率 CPU使用率瘋狂提高 然後一些負載 負載很大 然後可用內存數突然下降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對列打滿 我們在發生這個問題的第一時間 我們嘗試地把對列調高了一個 然後發現對列還是打滿 從150到300 300還是打滿 進而影響到了我們replication 我們甚至連replication都寫不進去 就是我們在那一段時間 它的數據同步是中斷的 這個時候發生了什麼 其實很簡單 你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第一時間懷疑的事情 就是你首先要把讀和寫分開 就雖然這個問題是在scan的時候 發現scan不到數據 但是它有可能不是讀這個動作本身導致 有可能在之前它在寫入的時候 就已經夯住了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要先把寫入程序提掉 然後先單獨把那個scan程序跑一下 發現把寫入程序停掉以後 讀的這個程序就可以很順利的往下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就把問題定位到寫 那定位到寫以後 我們再去看相關的HDFS的日記 看完以後就會抓出來 原來有一台機器它的磁盤寫入有問題 就變得特別緩慢 可能所有的寫請求堆積了以後 就會讓它後續整個region server 後續處理後續的請求 就會全部卡在一個地方 那很簡單就把這台機器聽出這句 然後把它的磁盤拿去修一下 那這種其實就是一個整個排帳的一個思路 就是從日誌到監控 然後再到測試 然後最後定位問題 定位問題以後就很容易就可以解決問題 然後最後一塊就稍微講一下我們的優化 其實我們現在對於HBase它本身做的優化不是特別多 主要就是在遇到實際問題以後 我們會去做相關方面的優化申請 那麼首先就是說我們也是談到大家說的一個GC的問題 那麼我們最開始使用的是CMS的算法 那CMS的算法用了一段時間 我們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做全量讀和全量寫的時候 它的region server 老是會一晚上可能會掛幾台 掛個兩三台 那這個時候就很困苦了 為什麼 那這個是比較早期的時候遇到的問題 然後我們去查日誌以後就會發現 因為我們通過這種使用方式 全表的去查詢以後 可能每天晚上都會很大概率的發生FUGC FUGC一次大概時間是在30秒到50秒左右 我們的數據量 那麼這個時候 HBase因為它發生FUGC的時候 它是不會響應ZooKeeper的心跳包的請求 那麼這個時候 ZooKeeper會認為這台HBase已經掛掉了 然後就會向Master報告 然後Master就會把這台HBase的region server給提出幾台 那麼這個問題就導致了我們就是 對於GC這塊就是做了一下深入的調 然後發現CMS它雖然吐吐量比較大 但是在我們這種256G內存的機器的這種環境下呢 它一旦發生FUGC 那可能時間就會非常長 那麼為了降低這個時間呢 我們在當時就在一年多以前就開始嘗試使用G1 然後發現G1它是比較適合你的一個使用場景的一個效果 因為G1它能夠最大程度的去降低這個GC的時間 當然它吐吐量可能沒有CMS大 但是通過使用G1以後呢 我們就沒有再發現我們的region server 會出現這種全量Stand以後掛掉的情況 然後另一塊是一些優化的雜項 replication這塊我們算是從讀寫分離的架構確定以來 就一直在使用 然後大多數情況下不會出現什麼問題 就唯一出現過問題就是那次 那次那個寫入 此番寫入卡住了就導致連那部分replication的數據也沒有 然後在安全這一塊我們是上了CURBUS CURBUS就是做一個Hadoop整個集群下面的統一安全認證 然後對我們的用戶進行授權 然後在多租戶的場景下它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全線隔離的一個作用 然後另一塊就是我們對於我們HBase IPC這一塊的配置 就是因為我們讀寫集群分離了以後 就對讀對列和寫對列可以分別進行調用 所以我們對這塊的配置做了 對讀寫做了一個分開的優化 然後這就是我大概講的一個內容 下面是提問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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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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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HF的表情 可以寫出表數據寫入更快 會導致那個危機 和其他問題嗎 表數據寫入過快的話 其實我們是出現過一個問題 就是 之前有過一張表 它是做那個日記記錄的 日記記錄這塊以後就是 一開始灌進來的數據太多 然後導致這張表它沒有時間去做Split 就導致一個Region巨大無比 一個Region可能有十幾體 然後後面集群在重啟的時候 發現這個Region長時間處於一個RIT的狀態 就沒有辦法去加載進來 然後就一直有一個RIT的 那麼這一塊我們是跟那個開發內容溝通 就是說這個表裡面的數據 能不能先清理一下 然後在Spark Streaming寫進來的時候 就進行一下那個限輪 就是你寫的時候 保證不要起太多的那個Job 然後同時去寫 然後大概就進去 這樣 好 您剛剛說這個 對於那個數據 放進來的寫意案件 那你們發生這種問題 能夠記住是不是 你也不一樣 能夠有育分區 育分區 育分區我們是 差不多是600個左右 他們因為有31個 對 那張Log表沒有做育分區 就是它是一開始在測試 測試的時候灌進來 育分區這一塊我們線上生產的表示都有做 然後用的是還是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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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樣的話它大概會有多少次延遲 這個延遲如果在集群的狀況是正常的情況下是秒級的 一秒左右 對一秒左右 好 看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如果沒有什麼其他問題的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感謝陳澤帶來非常精彩的一個演講 他們在這個中國電信裡面實踐了他們的一些分離 以及相關的這個他們數據怎麼樣去排查的一些問題 以及一些實踐經驗 同時也非常感謝他為我們節省了一些時間 用這些時間的話我們可以先休息個兩三分鐘 然後進行下一項的議程